珍珍家中凌亂不是因为没整理 而是空间狭小摆放不易 加上租屋状况很少购买固定式收纳柜 就会变成成堆衣服小玩具常常无处安放 就是压力很大 然后每天都要重复做这种事情 然后就可能就是很凌乱很杂乱 然后心情也不会很好 然后小孩就会说 妈妈我们的衣服找不到啊 哪里都放不下这样 对就会觉得很烦躁 然后就是会有点难过 就会觉得怎么都没有 足够比较好的环境给小孩子 摘衣服和收玩具 摘衣服跟收玩具都很喜欢是不是 那你会带两个妹妹一起吗 会 会跟他们一起是不是 就是有系统的那种收纳箱 然后这样一箱一箱的玩具 也可以分门别类 然后让他们想玩的时候就找得到 然后不想玩的话 可以收起来很整齐的放在旁边 那衣服也可以一个一人一个 然后这样看起来可以帮他们 可以自己收拾自己的 然后也不会这样很凌乱 一直倒一直倒也找不到 台北家福中心辅助弱势家庭中 有近八成家庭的房子是租的 且都空间狭小不通风 因此家福看见这些家庭有收纳的需求 邀请工艺大使李倩荣 民权福轮社及企业抛砖引玉 号召大众捐赠暖心腐带 包含折叠收纳箱及生活物资 一起改善孩子的生活环境 真的经过时间巧思设计 还有对的收纳工具之后 原本瘫的乱的 很容易滑落的 通通可以有系统的摆放 那我觉得家呢 就是带给我们一个避风港 回到家就是可能你一整天工作很忙碌 被老板标骂 或者是今天过得不太顺 回到家就是希望可以放松 享受 relax 而且你视觉上是要很舒服的 不但是要卫生之外 我觉得整体也非常的重要 那尤其如果家里还有幼童的家长们 如果借由收纳 孩子们也可以培养独立自主 而且对自己的物品 有负责任的态度的话 都是非常好的发展 那我觉得像这一次 我也成为租屋主了 那我也明白说 其实你在一个租屋的环境 不可能自己花钱去定制很多家具 因为你可能下次你要搬到哪个地方 那个家具不见得适合 虽然现在有很多活动家具 那像这次我在搬家的时候 我发现房东已经帮我做好衣柜了 可是那个衣柜打开 没有抽屉 那我后来我也去买了一些 就是便利的抽屉 然后就发现说 原来这样子收衣服真的方便许多 那我就可以感受到说 其实在我们收纳整理的过程当中 真的很好心力 不但你要伤脑筋之外 你也要付出很多的时间 那我觉得这个对于还要在抚养 幽童或者是还要在工作的上班族 其实是非常的辛劳的 更何况其实这些收纳工具买起来 也是不少的开销 所以我觉得这次呢 可以参加这么有意义的活动 希望能够号召大家的爱心 我们希望呢 小孩子不要因为家庭的困境 而影响他课业的学习跟生活 所以呢在今年呢 我们跟谢主任谈过之后呢 我们知道家福中心 今年要办这一次的 软心福袋物质 还有置物袋给每一户的家庭 我觉得呢 这非常非常的有意义 我们就马上呢 发起这样的一个活动 因为呢这个活动可以帮助 很多家庭呢 他的生活会比较舒适一点 也可以让孩子呢 读书的环境比较好一些 所以呢我就找了我有社呢 共同来赞助这样的一个活动 那我们希望呢 展现我们福伦的精神呢 能够呢发动 就是能够来帮助这些弱势小孩呢 的家庭呢 能够呢有一个尽一点心力 那其实在LV台湾以及海外 我们公司其实做了很多 企业社会责任的活动 那今年比较特别一点是 以往我们有跟家庭基金会合作 那今年我们因为疫情过后呢 所以辦了一個台灣員工自己內部的一個公益路跑的活動 那我們也鼓勵員工 據我所知好像截至今天為止 原木有115位的員工有參與這樣子的一個報名的捐款 那我們也藉由這一次的報名活動的捐款的款項呢 捐贈給到加普基金會 那也希望說可以藉由這個員工盡心盡力的路跑之外呢 也可以把這個報名費也幫員工們做一個愛心的一個善款的一個服務 台北家福主任謝曉雯表示 家是社會最小的單位卻是最重要的 家影響著人的一生 而有一個舒適的家很重要 和各界善心人士能夠幫助弱勢家庭改善環境 那這一次我們想要募集的孵帶呢 其實一樣是從家庭的需要開始出發 我們發現台北的家庭他們都是租屋而住 租屋的情況其實都是比較空間狹小 可能空氣不是太流通 那所以他們其實在收納上面是有一些議題需要去被克服的 那我們看到這樣的需要 所以希望能夠幫家庭募集收納箱 因為這收納箱對他們講是很重要的 空間小如果沒有好好的收納的工具的話 其實他們的那個空間就不會是太舒適的一個空間 那我們也希望他們過往都會用紙箱啊 或者是用垃圾袋或者是用紙袋去收集他們的東西 我們覺得這樣其實很容易潮濕 受潮 所以我們覺得收納箱是一個非常好的一個福袋的內容 那因為需要大家一起來募集 那一樣我們今年的福袋一樣是1500塊一份 那裡頭就會含著收納箱還有民生物資 那希望家庭可以在過年就是心理年前可以過一個好年 那我們今年的活動一樣是在12月3號禮拜天 在國父紀念館我們會有一個園遊會的形式 那有70個攤位 如果民眾對於捐贈福袋有興趣歡迎一起來 如果民眾對於捐贈就是募集那個攤位也是感興趣的話 也歡迎大家一起來 那天就是我們全部的家庭都會回來跟我們大家一起過一個快樂的下午 有了藝人企業民間團體共同支持 台北家夫號召親朋好友響應收集愛點幸福福袋目擊活動 一起成為弱勢家庭最堅強的後盾 記者問軍 台北報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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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